好了 当时是一千多乘客八百多船员在这艘船上 好 后面进步说 Even by modern standards The 46,000 ton Titanic was a classical ship 即便根据当代的标准的话 这个46,000吨级的泰坦尼克号 也算得上是一艘巨轮了 这个by不是通过某个手段 这是翻译成根据 根据当代的标准来衡量的话 根据 这个by这里翻译成according to 这是by这个借词常见的意思之一 不一定是用某个工具某个手段 我们看例子 我们问时间的时候经常这么问 What time is it by your watch? 您的表是几点呢? 您的表几点了 这个by不是用这个手段 而是according to 根据您的表现在是几点钟啊 我就看看手表之后可以说 By my watch is four o'clock 根据我的表 现在是四点钟了 这个by表示according to 本文中这个by也是这个意思 就是根据当代标准来衡量 它也是一艘巨轮了 那么后面这个standard这个词 一般表示标准 而且这个标准一般是放之四海皆准的标准 大家公认的标准叫standard 这个词习惯用复述 我们看一下例子 像safety standards 安全标准 可能全国甚至全世界都通用的这个标准 用复述 还有像moral standards 叫道德标准 这个人是做的对 还是这个人缺德了 道德标准可以用它 还有呢 你看living standards 可以翻译生活 翻译生活水平好一些 但是其实客观来说也是一个标准 就收入是不是达标 居住的面积是不是达标了 其实也是标准 但一般咱们中文翻译生活水平 living standards 也是用复述更习惯一些 还有著名的ISO 国际标准化组织 缩写叫ISO 写起完了叫international standards 还是复述 organization 国际标准化组织 这是ISO 我们用这个 表达 这是标准 但是呢 我们写作中经常会用到另外一个标准 就是一个机构 一个组织 一个公司 自行确定的标准 这个时候 我们忙忙用这个名词 我们大声先读一下 criterion 再来一遍 criterion 那么它呢 也是用复述 也比较常见一些 它的复述比较特殊 要把on去掉之后 再加字母A 再来一遍 criteria criteria 表示标准 这个标准一般是某个组织内部自行确定的标准 比如说 admission criteria 叫录取标准 那么 每个大学 每个学校可能不一样 那么我们这个分数是580分 那个学校可能是630分 录取标准 criteria 可以这么来说 再看例子 the criteria we use to select candidates 这个标准什么标准 我们加定义从据 我们使用来选拔候选人的这个标准 这个标准 我们公司跟他们公司可能不同 那么在这里面criteria 表示组织内部自行的标准 而一般也是用复数比较常见 叫criteria 跟这个standard可以错过辩析 本文中是大家公认的这个标准 即便按照当代的标准来衡量 这个46,000吨级的 这个tan 首先注意发音 不要读tang tang 那是舌头 这个舌根不能动 再读一下 tan tan 舌根是平的 不能动 蹲这个词当然是可数的 两吨 two times 但为什么本文中46,000吨不加s呢 因为这个蹲是名词座定语 修饰后面一个泰坦的一个号船 名词座定语是用单数的 三岁的男孩 a three year old boy 不能说three years old 名词座定语一般来说用单数 好 也算得上是一个classorship 是个巨轮了 classo叫巨大的 咱们词语中刚刚讲过 本文中明显是个替换 为什么呢 咱们看课文 在第一行是不是出现了 the great ship titanic great 是巨大的 在这换成了classo 这明显是一个同一词表达的替换 英语中写作 忌讳雷同 好 后面说 at that time however she was not only the the largest ship that had ever been built but was regarded as unthinkable for she had 16 watertight compartments 他说然而 在那个时候 他不但是被建造的船中 最大的这么一艘 而且被认为是不可能沉没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有16个密封的这个隔水舱 就是水进不去就跟鱼镖一样能飘在水面上 不可能沉没 咱们先看看这句话的语法成分的分析 这个白颜色的部分可以看作句子主干了 at that time 是时间状语 在当时 however 是一个插入语来 表示转折 然而 在当时怎么样 she was not only 是跟后面这个but 放在一块来搭配的 咱们还记得吗 第五课说过 不但怎么样 而且如何 这个but 不能翻译成但是 他前面用not only 这个but 而且不是但是 不是转周 他不但是 最大的这么一艘船 是什么最大的船 后面加定义丛句 黄颜色是定义丛句 that had ever been built 那么这个that 关系代词 在定义丛句中 充当主义的作用 但注意这里 不要用which 为什么呢 因为先行词前面 如果有最高级修饰 最大的 最小的 最长的 最美丽的 那么后面关系代词 习惯用that 而不用which 因为这出现个largest 来修饰先行词 而且怎么样 而且被认为 是不可能沉默的 为什么呢 后面这个画横线的 斜体字的黄颜色的 这个句子 明显是doh号for 引起一个原因 壮丛丛句 反正因为 这个在第一课 逃顿的美洲诗 老师就说过 连词for表是因为 一般都放在主句后面 而且一般都用doh号 跟主句分开 读的时候喘口气 他是补充说明的 因为他有16个 不透水的这个密封藏就好了 这是这句话的语法成分 咱们分析到这 下面看词法的一些细节 那么它不但是最大的传 而且被认为是什么 咱们先复习第五颗讲过的 不但而且三种表达 哪三种 咱们再复习 not only but also 是第一个 not only but 是第二个 第三个是 not only but 句莫再加个aswell 就是这个also和aswell 都表示也 所以两个呢 不能都出现 要么出现一个 要么都死掉 本文中是都死了 但是注意不能都出现 这个不多说了 咱们第五颗讲过 这是旧知识点的复习 好 本文中说 不但是被建造的传宗 最大低收 而且被认为是 不可能沉默的 这个出现了 把a看作是b 这个简单 regard asb 叫把a视为b 把a看作是b 这是咱们基本的 基础表达之一了 那本文中是 被看作是 用被动 可以 跟它类似的 还有好多 被认为是 被看作是很多很多 咱们看些例子 c a s b 也是把a看作是b 注意 这个c 这个动词意思很多 可以表示 看望 看见 但是如果 后面加 这次s了 是把a看作是b 注意 搭配决定含义 我们看例子 i see his words as a joke 我把他的话 就当一个笑话 一听就完了 没当回事 把a看作是b 可以这么来说 再比如说 count asb 把a看作是b 也行 这count 本来是数数的意思 但后面加s的话 还是算作是 看作是 我们看一个简单例子 i don't count him as a friend anymore 我不把他 再当作我的朋友了 就不把他 当作朋友来算进去了 比如我在数 我有几个朋友 一个 两个 三个 不对 他不是 四个五个 再接着数下去 我不把他 算作我的朋友了 count asb 也是类似的含义 还有像 take something as 也是把a 当作是b 这个take 在这不是拿走 而是看待的意思 大家还记不记得 第一课讲过 严肃的对待 重视 就take something seriously 那个take 不也是看待的意思吗 严肃的看待 要是把a看作是b 比如说 are you taking me as a fool 你难道把我当成傻子了吗 把某人当作是什么 看待什么什么 take somebody 或somebody as 这表达也行 也可以替换 还有呢 look on a asb 把a看作是b 但注意 要用look on 不能用look look是不及物的 那么c asb look on asb 这得加一个 寄字on才行 they look on her as a daughter 他们把这个女孩子 看作亲生女儿 是如即出 把a看作是b 注意look on加s 这个look on 如果不加病语 是什么意思 咱们在未来会讲到 look on在这要加病语 对on在这是解词了 好 还有呢 think of a asb 这几个都是 后面要加一个解词的 think of a asb 我们知道 单独用think of 可以表示想到了模式 但是如果后面有解词as 意思不一样了 那是把a看作是b 这还是李老师说的 搭配决定含义 记住搭配 不但写作中会用 而且阅读速度和正确率 大幅度提高 看到这个s 我立刻可以判断 think of该怎么来翻译了 这是非常重要的知识 咱们再看一个例子 learning a language should be thought of as a natural process 学习一门语言 应该被看作是一个 自然而然的过程 而不是一个痛苦的过程 对吧 应该被看作是一个自然的过程 这be thought of 再加s 是这么一个结构 注意这个think of 这个翻译 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 叫consider consider加病语 把它看作是什么 后面可以直接加第二个病语 或者加to be consider当然后面可以加s 但加s不够正式 在书面译中 一般是直接加第二个病语 或者中间加个to be 这个也行 但这个to be可以去掉 所以to be在这 我们画一个这个括号 表示有也行 没有也行 咱们看一个例子 在第23课出现了 114页的第二行 到第三行 114页的第二行 到第三行 If you lived in the Mediterranean for instance you would consider octopus a great delicacy 如果您住在地中海地区的话 比方说 你可能就会把章鱼 看作是一道美味佳肴 consider 第一个病语是octopus 就是章鱼了 第二个病语是 一道美味佳肴 a great delicacy delicacy 就是好吃的东西 大家可能都知道 好吃的形容词是 delicious 对吧 名词是delicacy 就好了 当然也可以说 consider octopus to be a great delicacy 这to be 也可以去掉 consider 在书面译中 我们一般是不加s的 不加那个as 就是as这个s 但口语中 可以加 书面译中 是直接加两个病语 或者在两个病语之间 加一个to be 这个to be 也可以去掉 这是把a看作是b 几个表达 不要把它用错 我们还有一个呢 叫公认为是 某人被公认为是 不光是我这么看待他 别人也这么看待他 被公认为是 咱们一个顺便记住 叫be recognized as 或者叫be acknowledged as 被公认为是什么 比方说看一个例子 if his was recognized 或者was acknowledged as the greatest violinist of the 20th century 著名的美籍的 立陶宛裔的小提琴大师 海菲兹 不是习法 说是海菲斯 那个没用 海菲兹被公认为是 20世纪最伟大的 一位小提琴大师 这是大家 不光是我这么看 别人也这么认为 最伟大的人 be recognized 或者be acknowledged as 叫被公认为是 这顺便可以同时记住 本文中是把a看的是 regarded as b 技术表达之一 是可以的 那么第二个s 当然是个介词 但有的人还问我 老师 那既然这个s是介词 那本文中后面 那个unthinkable 不是形容词吗 形容词怎么能放在介词后面呢 形容词注意 是可以当介词避语的 只不过形容词 做介词避语时 一般我们都是看作 前面省略了动名词be-ing 这个be-ing是可以省略的 这是常识 注意这又是本文中 另外一个小的知识点了 形容词可以做介词避语 但是他做介词避语的时候呢 可以视为 其前省略了动名词be-ing 即介词加be-ing 加形容词 这么个形式 这个be-ing往往是可以省略的 咱们再看一些例子 he regarded the situation as being serious 他把当时这个局势 这个情况认为 他把它看作是非常严重的 这么一个情况 那么as serious 跟本文中的as unthinkable是一样的吧 可以看到前面省略的be-ing 这个be-ing写上去掉 都是正确的 都是好的 再比如说 看这句话 his work is far from satisfactory 他的工作远远不能令人满意 be far from something 可以表示远非 什么怎么样 这个from当然是个介词 但后面直接可以加形容词satisfactory 令人满意的 为什么呢 这个时候可以看作 前面省掉了be-ing 就be-ing satisfactory 但这个be-ing是可以去掉的 所以本文中 在介词后面加形容词 是完全正确的 所以新课件三册 把我们英语中常见的知识点 覆盖得特别全面 好好学三册 咱们英语能力突飞猛进 真是好东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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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